很冷 戴帽子 手套 围巾都来了 坐在淡水河岸看美景全身包紧紧 9号新北市淡水超动 清晨最低温5.6度 创下今年以来最低温 天气就很冷了 就是吹一下身体的时候就觉得很冷了 穿这种大外套感觉也是不够 突然觉得很冷就赶快来喝个咖啡 7号开始的这波寒流让北台湾冷爆了 台北连续32小时低温都在10度以下 而淡水地区更连续40小时低温 处在8度C以下 丧失让人活在冰箱里 淡水老街人潮更因此只剩平常的三分之一 这几天天气比较冷啊 那比如说像你卖这种热食生意 有没有比较好 还好耶 今天冷很少耶 没客人 冷到大家不少出门 我们点了那个阿给 还有鱼丸汤 就是会比较暖和 而这波冷空气还没结束 气象局再度发布20线市低温特报 提醒9号晚上到10号清晨 温度还是低 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只有6到9度 10号白天才会稍微回暖 北部东北部高温13到15度 中部花冬15到17 南部高温可以到19度 不过11号又有一波寒流 北部东北部低温又将下探7度 中部10度以下 南部也只有11 12度 中北部2500公尺以上高山 还有降雪机会 提醒天气持续寒冷 保暖工作务必做好 记者李永诚陈彩仪新美食报道